宋太祖赵匡印 跟五代十国的那些君王相比起来 最大一个特点 他不愿意多杀人呢 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 等带领人马 回到了汴梁城之后 老百姓觉得挺适应 怎么呢 揭示上一切照旧 没有往日更换皇帝时候的惊恐 感觉这次兵变 大不同先前 宋太祖虽然是一戒五夫 但是他轻易是不开杀戒的 这对于稳定那种混乱的局面 稳定人心 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宋太祖赵光印出进皇宫的时候 很仔细 他看见有一个宫女 抱着一个小孩子 这宫女 想躲又不知往哪去 赵匡英一点手 把他叫过来了 这是谁的孩子呀 那不会是宫女的吗 多新鲜呢 宫女怎么能在宫里边生孩子呀 这难道 是周世宗的后人吗 宫女如实回答 正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儿子 说完这话说 这宫女脸都白了 是不是要把这小孩子杀了 周世宗好几个儿子呢 这个还在怀抱了 说杀可也就杀了 因为历朝历代 大多数靠兵变上台的这些新天子们 把前朝天子的属下 近亲近派 家属就更别提了 一条天子一条臣嘛 大都是斩尽杀绝的多呀 那么这孩子命运将怎么样 宋太祖看了看身边的宰相 范智 赵普 潘美 你们以为 应当如何处置啊 宰相赵普 斩钉截铁呀 陛下 斩草药除根 范智 是周世宗脱姑的老臣 沉默不言 潘美 不置可否 这潘美是哪位啊 那这后世 传奇小说 传统评书中那潘人美啊 这会儿 潘美不吭声 太祖必将追问 你怎么以为啊 陛下 臣不敢说 哎 潘爱卿 朕夺了人家的皇位 再杀人家的儿郎 你不敢说 想必 也不赞同 赵普 赵爱卿的见解啊 要让朕 杀了人家的孩子 朕鱼心不忍 潘美一听啊 这才脸上有些缓和 陛下 果然是一副宽人之心啊 臣与陛下 当年都在周世宗手下当官 我要是劝您 杀了世宗的遗孤 臣我对不起 先君周世宗 要是劝你不杀 陛下 陛下难免又怀疑 臣对您不忠 陛下让我说什么好啊 太祖 微微一笑 朕早就想到了 潘爱卿 我看 这个娃娃 你领走吧 全当做你的侄儿 带回家中抚养 遵旨 潘美跪倒接纸 从打宫女的怀中 接过孩子 送回家中养去了 那么打这儿去以后 太祖赵匡印也不问了 潘美也不再提这事了 这就是赵匡印的为人 赵匡印登基之后 有一次举行国宴 有一位汉林学士 叫王柱啊 这王柱啊 喝多了 酒这个东西让人兴奋 喝大劲 那就兴奋大劲了 这位王先生喝的什么程度 借着酒劲 他这高声喧哗 把大伙都吓着了 怎么 这不是在路边小酒馆 菜圈行令 滑拳您嚷嚷行 这是国宴 皇帝还能坐着呢 大伙一看 这要找死 王柱是前朝留下来的学士 现在借着酒性如此的狂放 很多人 你得看不下去 怎么呢 一朝天子 一朝臣 咱们皇帝陛下够宽人的 没把你杀了 你让人什么呀你 大伙偷眼神 都看赵匡印的反应 就见宋太祖 跟刚才一样 面带微笑 并没有发火 一点手 把手下人叫他进前 去 把王大人 扶了出去 不 陛下 臣死也不走 好他得轴进来 上来了 旁边人连拉带拽连小声劝 快走吧 算把他拖出去了 这王柱 走到大殿口那还哭呢 哇哇痛哭 大伙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这国宴没法再往下宴了 怎么呢 喝个什么劲呢 不欢而散 第二天 有人上奏 说前朝遗臣盲住 在宫中痛哭 分明是因为思念周世宗啊 而让当今陛下难堪 应当加以严惩 那这路人的这路表彰 就属于溜须拍马 宋太祖赵匡印看着了的表彰 想一想 不然哪 王柱 不过是一个酒徒罢的 朕当年在周世宗手下的时候 深知他的为人 何况 这位白面书生 只是为了前朝皇帝 掉了几滴眼泪 又能掀起什么大风大浪啊 这件事啊 是不了了之 再说那王柱王那人 晓得没有 醒了 有点后怕呀 醒了之后他自己拿手 就在那脑袋上一通葫芦 怎么呢 掉不掉了 还活着 再也不敢酒后误事了 打这起 死心塌地 效忠赵匡印 从这件事我们能看出来 宋太祖 对这些文人 对这些知识分子 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 他曾经叫人秘密的 刻了一块石碑 就放在太朝寝殿的夹室之内 称为室碑 赵匡印规定 以后新天子即位必须来此拜读碑上的誓词 是碑是碑吗 上面写的字呢 等新皇帝前来拜读的时候 他得让一个不识字的小内侍陪伴 也就是说除了皇帝 谁也不能看 其余人不得靠近呢 应该说北宋的各朝皇帝都照此行事 那么这碑文到底写的是什么呀 只有皇帝看见了 他不说谁知道啊 一直到靖康之变 一族入侵之后 皇宫大门彻底的被打开了 人们这才发现这石碑的秘密 这桶石碑高有八尺 宽了有四尺多呀 上面眷刻着三条誓词 第一 前朝柴氏子孙 周世宗不是叫柴荣吗 他的后代有罪不得加刑 不能随随便便动刑 即便是犯上作乱的死罪 顶多也让他们在牢中自杀 这给他们一种特殊的荣誉 绝不可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行刑 更不得诸连他们的亲属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不得杀士大夫和尚书议论国家大事的人 第三条 子孙如有违反这些誓言的 必将遭到老天的惩罚 或许正是太祖的戒律 柴荣的后代才能够竞享富贵荣华 宋朝的知识分子议论国事 也从不用担心会脑袋搬家 对于世卑的有无 史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宋代政治较为宽松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固然反映了宋太祖本性中较为仁慈的一面 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对自己统治的自信 用不了杀那么多人 这不杀是因为料定了 这些不杀之人绝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否则呀 他也不会这么心慈手软 据说宋太祖 作为一个英明的皇帝 跟他的母亲有直接的关联 他的母亲杜太后 那是一个很有政治眼光的女人 史书说这位杜太后 是至家言议而有礼法 别的甭提 就说赵匡认在陈桥兵变之后 黄袍加身带兵回京城的时候 他手下的亲信快马加鞭 新回到他的家中 干嘛呀 给赵公义老娘度事报喜呀 您儿子当皇帝了 这度事好像早有所料 不像别的老太太一听 我儿子当皇帝了 那我就太后了 人家没有 心拼如水 是不动声色呀 我儿素有大志 今日总算如愿以偿啊 就听了厨房 咣当那么一声 怎么呢 赵匡认他姐姐还在那赶面呢 赶面杖掉地上 激动的 赵匡认登基之后 他母亲当然就是皇太后 在朝堂上当着文武面 赵匡认为母亲举行庆贺大礼 群臣前来祝贺 这杜太后 始终是面臣似水 毫无喜色 大伙一看纳闷啊 难道说老夫人不乐意当这皇太后吗 故意说母以子贵 儿子都当了皇帝了 这老太太怎么还不高兴啊 而太后 阴和面带不悦啊 诸位爱卿 你们只知七一 不知七二 有道是福系祸所一啊 做皇帝可不容易啊 天子位居亿万百姓之上 治国有道 搞得好自然 受人崇敬 万一搞得不好 难免众叛亲离 群起而攻 到那会儿 要想做个普通百姓 过个平静日子 也难了 这就是老身 为什么要担忧之所在 大臣们谁也没敢吭声 这话 与其说是说给大臣们听的 倒不如说是说给旁边的宋太祖听的 赵皇印立即跪倒 母亲的教诲 儿一定铭记在心 宋太祖刚刚即位的这段时间 杜老夫人身体还不错 而且经常以皇太后的身份 参与国家政事 后来杜太后病重 把赵皇印叫到跟前 我儿知道 你为什么能得得天下吗 宋太祖一听 这是祖上 还有太后的福气吧 得了 老太后微微一笑 什么祖上福气啊 这只不过是因为柴家让小娃娃做天下 七岁的孩子才使得你有了登基的机会呀 宋太祖没敢吭声 这说的是实话呀 你换一二十七的 那天下不定是谁的呢 宋太祖是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 太后 想了一想 郑重开言 将来 我儿你要是不行了的时候 要把皇位传给你二弟光义 光义身后 要传给你小弟挺美 这样 才能保证天子的宝座 一直在成年君主的手中 你的子孙也就长宝富贵了 听懂了吗 尊母命 太祖伏地叩头 赵狂音 是一声一声的哽咽 儿怎敢忘怀 这会儿 太后叫人把那赵普给我叫来 赵普 可是陈乔兵变黄袍加身的主谋 也是赵光义治国的得力干将 当着赵普的面 老太太又说了一遍 让赵普把这传媚顺序写成誓言 把这个盟室 藏在了一个精致的箱子内 旧史书称之为金贵之盟啊 可是 后代有的史学家认为 根本就没这么回事 相反 赵光义继位 倒留下了烛光浮影千古之名 那么赵光义当皇帝 是皇后的任命 还是后世 他自圆其说 编钻出了金贵之盟 这样一件往事 反正这个争论 那就很难定下来 谁对谁错了 但是 宋太祖赵匡音这一朝 应该说 他对自己的弟弟赵光义 是很重用的 赵光义的地位 的确在一人之下 这万万人之上 而太祖 自己的儿子呢 也没有太子的封号 甚至连王号也没加封 赵光义的儿子 只得到的低级官衔 这又是不同寻常的 也许 真的有金贵之盟吗 客观事实上看 杜太后如果真是这样 嘱咐赵光义的话 胸中及地的传位方式 为稳定送出的局势 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咱们前面说过 赵光义重用的一个大臣 就那宰相赵普 好叫半步论语治天下 说着就他呀 这赵普 可是赵氏兄弟的得利谋臣 宋太祖赵匡义 有一个特点 喜欢微服出巡 大半夜 突然去检查检查大臣 经常出其不意 敲大臣的门 看看干什么 一旦这皇帝大驾光临 那大臣必须得一关其整啊 你穿大裤衩光绑子的山脯上 那叫失宜之罪 可是关着门 老半天不开换衣服 干嘛呀 打算刺亡杀架怎么着 难免又引起怀疑 所以宋太祖经常往那大臣家里边串门去 害得这些朝臣们 就算散了朝在家里边闲坐 也不敢脱去朝府 尤其是赵普 他是重要辅助大臣吗 这一天呐 散朝之后赵普回家 再办路上就看见了 这大雪风路啊 不停盖地的鹅毛大雪 纷纷洒洒 回来之后 赵普吩咐 关好门 把这朝府脱了 皇帝今儿肯定不来了 多凉啊 拿来便服 他换上了便装 靠在椅子上 正要享福 这迷迷灯灯的 茶还没喝完 他睡过去 谁也不敢惊动他 这一天上朝多累啊 下午回来 你看看 吃完饭 他躺在椅子上 这就摘不过去了 这一觉睡了 天都快黑了 眼看光线越来越暗 就听到外边 邦邦邦 有叩门之声 哎呀 把赵普给惊醒了 坏了 苦也 他叫了一声苦 首先一定苦什么苦啊 他打着 我们看看是谁 甭问是陛下 这么大雪 陛下还能来吗 扑着问偷偷 来到院里 往外边这么一张啊 好吗 可不吗 正是赵光阴 赶快跑回来换衣服 那边开门往里接 打开大门 皇帝已站在风雪之中 赵普那衣服刚换了一半 出来跪在雪地上请罪啊 臣 未能够穿戴整齐 有失忆之罪啊 赵光阴看着赵普这一副 狼狈的样子 放声大笑 随便点又怎么了 老外卿 我这是想你了 我已经约了晋王 咱们一起喝几杯啊 晋王 就是赵光阴啊 或者皇帝哥俩要到他们家喝酒 说话的功夫 晋王的仪仗也到了 过去这三位是老朋友 经常一块喝酒 自打有君臣之分之后 必然要生疏一些 今天看来这皇帝赵狂印 特别易旧啊 把朋友们聚一块 还想找一找当年的感觉 进了大门 宋太祖高声叫喊 扫扫 拿酒来 这一声扫扫 叫得赵普好像哭了 赵普的夫人 马上出来失礼 气氛一下 也温暖开来 那会儿没暖气 有火炉子呀 三人围路而坐 是调火烤肉 赵普的妻子在旁边服侍 这闲谈间你一句 我一句 什么叫陛下 哪个叫晋王 怎么叫宰相 大伙都忘了身份了 往日弟兄申请 就像那火焰一样 赶走了心头的那一份寒凉 难得一句呀 陛下晋王 夜深而大雪 陛下何必出门呢 哎 赵匡音叹了口气呀 一踏之外 尽是人家的地盘 真睡得着吗 赵普听明白 这话什么意思呀 就守着小小的汴梁 南北都有强敌 我这皇帝当得不安心 赵普趁此机会 大胆地问了一句 陛下有何打算 宋太祖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朕要直倒太原 消灭北汉 赵普不以为言 陛下 太原为我大宋 挡住了西北两面 打下太原 难道咱们接着 还要去抵御辽兵吗 一臣看来 应该先收拾南方诸国 然后再攻打北方 丹丸之地的南方 没有了后顾之忧 再全力攻北 先南后北 方可一统天下 宋太祖一听放声大笑啊 跟我想到一块了 朕不过是要试试你的谋略 你我英雄所见 略同啊 在赵普的参与下 北宋制定了战争计划 先剿灭南方诸国呀 回过头来 再集中精力攻打北国 宋太祖是一个会打仗的人 武将出身嘛 相对着 读书就比较少 但是宋太祖 很提倡读书 这是有鉴于唐末以来 武将害国 给他的一种教训 他打算转变侍风 因为他缺乏修养 所以特别羡慕那些文雅知识 有一次 宋太祖对大臣们说 应该让武将都去念念书 让他们知道知道 治理国家的道理 身边的进尘读书都不多 一见书本脑袋疼 他们就都沉默不语 以此来默默对抗 太祖带头拿钱出来修孔庙 命令手下大官都出钱 常去国子监 看看儒生奖学 地方官招生奖学的 马上得到嘉奖 他是逐步兴建 好学的风气 但是有一次 两个读书人的争吵 可让宋太祖为难了 我真正是 这都很明显